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Joyce 今天这个影片要为大家来占卜你心里所想的她 她在内心深处真正想要和你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 以及在现实的世界里 她和你将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今天进行的方式桌面上有四张不同的图案 请选出一张你比较有感应的图案 这是第一个选项 请大家看图案就好 不用管上方的文字 第二个选项 第三个选项 第四个选项 如果还不能决定 可以把时间按暂停 有需要预约做个人占卜的观众 可以看下方的说明 好 首先我们来为选到第一张图卡的观众朋友来进行抽牌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对方的心里 她真正最想要和你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先看她心里内在的渴望 好 我先为你抽牌 请稍等 她想跟你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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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 首先这里可以感觉得到对方在她内心深处她想要跟你发展成什么关系 第一张就出现了圣卑二 所以我会觉得在对方的心目中她对于你是有好感的 这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她在内心深处她想跟你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 我会觉得说她在跟你相遇的一开始 你们刚认识的时候或者是你们刚暧昧的初期 她是有想要和你发展成一段情感关系的有这样的感觉 圣卑二代表一段情感的开始 很可能选到第一个选项的观众朋友你们是曾经交往过的有这样的感觉 那如果说你们是暧昧当中或者是分手断练的状态 其实在对方的心里她是有想过跟你要发展一段情感关系的 是想要跟你成为情侣的 不过这里也感受到你们之间的距离会是比较遥远的 这张牌星星牌在告诉着我 你们很可能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 你们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 有一部分选到这张你们是代表异地的恋情 有这样的感觉 好 而且在对方的心里虽然说她有想要和你成为情侣 不过在你们之间她是有感受到一些冲突的 这张牌象征着冲突 或者是你们之间的观念价值观对于未来的方向 对于她来讲是有很大的冲突 或者说你们这段关系身边是有其他人的声音的反对 会遭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好 这里的保健国王在告诉着我 你的这个对象其实在她的内心 她对于你是有情感的 但是她另外她理智的那一面 她比较理性的那一面 她也有意识到你们之间的冲突 你们之间的差异 这会导致她在现实层面上 可能没有办法跟你发展成她所想要的那样的情感关系 星星牌有时候也代表一种美好的想象 很多时候在感情里 你或者是她会把对方过度的美化 或者是说你们对于情感的本身 对于恋爱这件事就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 可是当对方 你发现对方身上有一些缺点 或者是说你们之间有一些冲突跟矛盾点 是没有办法被克服的话 你们彼此的内心都会有一种幻灭的感觉 这里的宝剑国王也在告诉着我 对方的理智在压抑她的情感 有这样的感受 好 最后这里出现的是钱壁酒 钱壁酒是代表一个人她很美好很完美很独立 自给自足的状态 在情感上也代表封闭自我代表孤独 所以我会觉得说虽然一开始有出现圣卑儿 但是对方她到底内心深处想要跟你发展成什么关系 我觉得她一开始有想要跟你发展成情侣关系 但是当她发现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跟差异点 以及你们这段关系可能有遭受到其他人的反对 不见得每个观众都有 因为这是大众占卜 你可以听取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最后对方还是选择过自己的生活 有这样的感觉 在她的想法里她也会觉得 其实你没有她或许你也过得很好 或者是说她也觉得她目前她自己一个人的状态就很好了 有这样的感受 好 那再来这是她心中的她内心深处的一个状态 不过如果你告诉我她对你曾经是不是有好感 是的 她曾经对你是有好感的 不过在她的内在她也知道你们之间的冲突是比较难被解决 所以她也退缩了 她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落实能够跟你发展成情侣的关系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期之内在现实生活之内 刚是看到她的内心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近期之内你们这段情感关系 最近三个月内到底这段关系会如何发展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好 首先 近期之内到底这段关系 是哪里面呢 会如何的发展 这里可以感觉得到 目前的你跟他的状态并不是太好 有一部分的你们目前正在经历着 分手或者是断联的状态 这张代表分离代表分手 也代表其实 前B5也象征着说 你们两个之间第一种状态是 你们会有一些现实方面的阻碍 第二种是代表 你和他本来就比较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你们在想法上 或者在你们的身份地位 在你们的背景上 其实差异是蛮大的 有这样的感受 那近期之内我会觉得说 你们各自都会比较忙碌在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工作 那如果说 选到这组牌子卡的观众 而且刚好其中的你 或者是他本来就是有家庭的 如果你们是属于地下恋情的话 当然这只是极少部分的人 有这样的状态 不是每一位观众 近期之内你们也会回归到 自己的家庭 你们比较是会去追求 你们实际的发展 比较会追求你的事业 或者是工作上的成就 比较会去忽略这段情感关系 好 这里的圣杯六逆位代表 其中的你们还沉浸在过去 这段情感当中 还在怀念着对方 想念着对方 好 那最后这里出现的是 圣杯七 圣杯七代表一种幻想 不切实际的想法 也代表面对这段情感关系 其实在你内心深处 你对于对方也会有一种 美好的想象 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你也知道 你们之间是有很多地方 是彼此不够了解的 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之间 并没有这么坦诚的去沟通 对于对方都像物理看花 有这样的状态 会出现圣杯七 也象征着近期之内 你或者是他身边 很可能会有其他的情感对象出现 你们也会处在一个 做选择的状态 好 不过圣杯七也代表 其实不管说你们目前的状态如何 对方他在 他还是会想起你的 而且有些时候这样的想 比较像是做梦 做白日梦 他对于你还是有一些幻想 有这样的感觉 好 那这里出现的是 圣杯随从 其实他是在告诉着我 就算目前这段情感关系 看起来并不是这么的顺利 而且你们应该是处在分手 或是断练的状态 其实在你的心里 你还是有小小的希望 你还是希望能够跟对方的情感 能够萌芽 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不过 后面这张圣杯七也在告诉着我 其实你们两个目前 你们都还不够了解对方 有这样的感觉 好 所以近期之内 我会觉得这段关系 看起来比较没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如果说你们目前是处在暧昧 而不是断练或分手的状态 这张圣杯七也在提醒你 不要过度的将对方美化 要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彼此 才有办法促进这段关系的一个发展 好 以上就是选到第一组牌卡的观众朋友 供你做参考 祝福你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二张蝴蝶的观众 我们来为你抽牌 我们来看一下在对方的内心深处 我们现在先不管现实上你们会怎么发展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他心底 他真正想要跟你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扣除掉这些现实的阻碍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内心 他到底想跟你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到底是朋友还是恋人呢 我们来抽牌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先看到这里 选到第二组牌的观众 这里可以感受得到 我会觉得说在目前为止 你们的关系 比较像是一个停滞的状态 目前的进展应该也是 属于一个冷淡期 或者是之前可能一开始 是很热情的 但是突然冷却下来了 又有这样的感觉 在对方心里 他到底想要跟你发展成 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有一部分的讯息 是在告诉着我 你们之间的吸引力 在一开始的时候 比较像是表面上的激情 或者是说对方看到你 他就觉得他喜欢你 或者是你看到对方 就有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但是这样的热情 其实在对方的心目中 目前是有比较消退了 而且他也会去思考 你们的未来 到底有没有办法 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有一部分的你们 你跟他是平常在 现实生活上 感觉上没有太大的交集 很可能你们是在 网路上认识的 有这样的感觉 你们现实生活层面上 是比较没有太大的交集的 有一部分是这样 那另外一部分也代表 你跟他的个性 很多时候都是属于 比较火象的 不见得说你是火象星座 而是说你们在性格上 都是比较容易一见钟情 比较容易冲动 有时候热情是来得快去得快 很可能你们的特性 都是很相像的 所以在一开始 在对方的心目中 其实他想跟你发展 成什么样的关系 自己坦白说 我觉得比较像是一种 激情 一种肉欲 或者是说比较像是 性方面的那样的关系 当然不是说 对方只是想跟你玩玩而已 这里可以感觉到 他对于性方面 是对于你 你对他的吸引力 这方面的吸引力 是比较强大的 有这样的感觉 比较不是那种心灵层次的 而是一种外在的吸引 外在的激情 跟外在的热情 所以很多选到这一组的 也很容易发展成 可能你们是先发生关系 才慢慢发展出情感 也有这样的可能性 好 不过现在在对方的心里 我觉得他这样的热情 感觉是比较消退了 不像一开始这么的热情 而且他现在也会有点退缩 他会退一步的去思考 所以你会觉得他冷却下来了 他的内在也慢慢的 在冷却下来 他也有一种 他想要用一种 比较慢的速度来发展 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有这样的感觉 好 另外这里有一个讯息 在告诉着我 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 其中有一个人是必须要 牺牲比较多的 要奉献比较多的 有这样的感受 好 那这个是他内在的心理状态 所以他一开始 我觉得他是比较想跟你发展 成那种 如果讲直白一点 很可能是先发展肉体关系 然后再慢慢的去看 你们两个到底适不适合 有这样的感觉 好 那刚才是看到 他内在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现在来看 到底在现实生活当中 近期之内 你跟他这段关系 到底会如何发展 现实生活当中 最近的发展会是如何 我先为你收牌 请稍等 好 在最后一张 到底近期之内这段关系的发展会是如何呢 首先这里可以感觉到这段关系当中 其实有某些部分 你跟对方都对于彼此并没有这么的坦诚 很可能有一些事情 你们并没有跟对方表达清楚 很可能是你隐瞒他 或是他欺骗你 有这样的感觉 好 再来第一张牌 教皇牌他是在告诉着我说 其实这两张牌放在一起 因为教皇有代表婚姻制度 代表一段稳定关系 一段认真的关系 右边这张代表欺骗 代表隐瞒 所以选到这组的观众 其实应该有一半以上的你们 或者是 至少也有四成左右的观众 你们目前可能你的这个对象 他是原本就有伴侣的 或者是原本就是结婚的 或者是你们其实都是已婚的状态 当然不是所有 是有一部分这样的讯息 所以近期之内会如何的发展 我会觉得说 你们这段关系 还是会像是在一个 比较像是地下恋情 有这样的感觉 那如果说你们之间都是单身 并没有我说的这种状态 这张欺骗就是代表 你们彼此对方 他可能他的个性 就是一个比较不擅长表达的人 他可能很多他的想法 他的感受 并没有让你知道 好 那这张星星牌的逆位也象征着说 在这段关系当中 有一些事情是让你感到很失落 很失望 甚至你也有想要放弃这段关系的感受 你们之间的距离也可能会是比较遥远的 好 那再来这里的权杖骑士 他是在告诉着我 其实就像刚才所看到的 我觉得这个对象 他对于你是有一些激情的 特别是在外卖的吸引或者是在性方面 其实他对于你是有那样的热情的 好 最后这张权杖六事在告诉着我 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他是一个比较 第一个 他可能条件也还不错 身边是有蛮多的机会的 第二个 他是一个比较英雄主义 比较追求自我成功的人 很多时候他比较在意的是他自己 他比较不会去体贴到你的感受 好 那如果说这段关系近期之内 到底会如何发展 我会觉得说 如果说你们都是单身的话 并没有彼此有欺骗的行为 这段关系 近期之内 我会觉得说对方看起来 并没有这么的认真 或者是这么的投入 想要跟你去进展一段长远的关系 目前他还是比较停留在 他对于你比较是一种表面的激情 有这样的感受 他也会是一个他身边 他也蛮享受那一种 他被喜欢 或者是他也蛮享受他身边 有很多人追求 或者是有很多其他 暧昧对象的那样的感觉 所以要特别提醒 选到这组牌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的对象 并不是一个这么坦诚的人 我希望你要小心 要能够保护你自己 好 以上就是选到第二组牌卡的观众 供你做参考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选到这组牌的观众 我们先来为你抽牌 帮你看一下说 到底在你喜欢的人 这个人心目中 他有想过 他不管现实如何 他有想过跟你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他现在内心深处 他最想跟你发展成什么关系 到底是朋友还是恋人呢 我先来看 好 我们先看到这边 选到第三组牌的观众 这里可以感受到 其实在对方心里 他对于你到底有没有喜欢的感受 这里是有的 这里有出现圣杯歧视 所以他是喜欢你的 不管说你们目前的状态是如何 这里可以感受到 第一个他对你是有好感的 他到底想要跟你发展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这段关系 第一个他对于你不只有那一种 情感上的好感 他也有一些比较激情层面的 我会觉得说有一部分的你们 你的外在你的外表 是非常吸引他的 他对于你会有那一种一见钟情 或者是充满热情的那样的感受 这是在他的心理层面 这里有出现恶魔牌 也代表你们彼此会深深吸引着对方 但是有些时候这样的吸引会变成一种 你在情感上会太过依赖这个人 不管说你们有没有在一起 你很可能常常想起他 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控制了你 你想放弃却又放弃不了 你们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激情 也有一种情感层面上的 如果说目前你们的互动 还不错的话我相信你是可以感受得到这个人对你是有好感的 当然这里是看到他的心理状态 如果说你们目前是分手或是断联的状态 其实在对方的内心深处他对于你是还有情感的 而且也会有一些比较如果说你们现在是断联或分手的话 其实他想起你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纠结比较复杂的情绪 他可能也还没有放下你 或者他内心深处也还没有忘记你 这里还可以看得到说 其实他是一个比较会隐藏他的情感 或者是隐藏他的心思的人 很可能如果你们是暧昧的话 你根本也不知道他对你有多少的好感 但这里肯定是有的 但是他会是比较隐藏在内心不被表达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他在内心深处 他是有想过跟你去发展一段比较稳定的关系 甚至他有想过要跟你步入家庭或者是结婚 因为这张牌代表一种稳定的交往关系 或者代表家庭代表婚姻 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你在对方的心理是蛮重要的 不只有感情也有激情 但是牌面上那张恶魔的逆位也在告诉着我 因为这里出现恶魔逆位又出现女祭司的逆位 女祭司逆位可以代表欺骗代表隐瞒 这里又出现一个代表家庭的一个象征 当然这个是很少部分的你们不见得有 可能有两到三成的观众朋友 你们问的这个人很可能是他有家庭了 但是他也喜欢你 或者是说你有家庭 你还喜欢对方也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并不是大部分的观众 好所以总结上面所讲的 我觉得这个人在内心深处 他对于你是有情感的 而且他也有想过要跟你发展进入一段比较稳定的关系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他心中所期待的 我们来看一下说到底在现实生活当中 近期的你们会怎么样发展 刚才是他的想象 我们来看到底有没有办法实现 这段关系近期三个月的发展会是如何 我先为你抽牌 我先为你抽牌 好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在现实生活里会如何的发展近期之内 首先这里可以看得到的说 第一章就出现了魔术师 会出现魔术师张牌其实也代表着 第一个它有集中解读的方式 第一个是代表你目前心里所想的这个人 他其实他在他内心深处 他是很希望你们这段关系 他想要用尽他所有的能力 让这段关系能够变好 他希望他就像魔术师一样 很多时候抽到魔术师也代表这个人的性格 第一个他是比较 他在一些公开的场合 或者是在跟朋友之间 他是能言善道的 他是很会表达自己的 而且他对于自己也很有信心 不管他的外在条件如何 他会觉得自己很好 很多时候他的异性缘也是蛮好的 这是第一个讯息 再来第二章牌这里出现了圣杯三 其实圣杯三有一个含义是代表第三者 所以这段关系很可能是有第三者的存在 但不见得他一定是代表这个含义 他这里其实也象征着说 其实圣杯三的出现也在告诉着我 他比较像是你们之间这段关系 现实生活上比较像是朋友 比较像是这样的感觉 因为圣杯三也可以代表一个欢庆的场所 一个朋友的聚会 所以我觉得说虽然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是希望能够跟你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但是在现实上很多的你们 你们现在可能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像是朋友的状态 或者有一部分少部分的你们 你们是处在一个三角关系当中 好最后这里出现两张跟钱币有关的牌 第一张钱币六在告诉着我这段关系 如果说你们目前是好朋友的话 比较像是你们维持一个良好互动的关系 很多时候也是代表其中一方是付出比较多的 好那如果说你们目前是正在暧昧当中 或是你们已经在交往当中的话 通常出现钱币六也会象征着 这段关系有一点点的失去平衡了 很可能是其中一方在控制着另外一方 所谓的控制是指说 另外一方总是要迁就对方 而且你会觉得你的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是比较卑微的 总是你在求着对方来爱你 也有这样的感觉 好最后这里出现的是钱币皇后的逆位 其实也象征着说这段关系在近期之内 会有给你一种你的付出得不到你相对应的回报 所以选到这组很有可能也是一种 你觉得你爱对方比较多 但对方给你的回应并不如你所预期 这也是近期之内比较会发生的一个情感状态 好 以上就是选到第三号牌卡的观众朋友 希望今天的讯息有帮助到你 供你做参考 最后我们来看选到第四张牌的人 我们来看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他对于你 他在他的内心深处先不管现实层面 他到底想跟你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 是情人呢 是恋人还是朋友 我们来看他内在真正的想法 不论说你们目前现实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他到底想跟你进展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好 我们先看到这边 选到第四号牌的观众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你跟对方其实都蛮爱对方的 都蛮喜欢对方的 因为这里有出现圣杯石 第一张也出现了权杖四 权杖四象征着家庭 象征一段稳定的关系 圣杯石也有家庭的含义 也代表满满的情感 我会感觉得到你心里所想的这个对象 在他不管说你们目前的状态是如何 因为我们这里问的是他内在最深沉的想法 他是有想过 他甚至会想要跟你结婚跟你共组家庭 他想要给你一段非常稳定的关系 是会想要给你承诺的 这里不过这里也可以感受到你心里所测的人 他比较像是一个圣杯国王 但是这里的圣杯国王是逆位 他有几种解读方式 第一个是代表你的这个对象 他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的人 他的情绪其实也蛮多的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他有点阴晴不定 或者是说你会有一点 他的情绪有时候也会影响到你 你会被他所影响 很可能他会突然的 突然的很感性 或者是说他会突然的阴晴不定 他这样的反应也会让你觉得不是很舒服 你是会受他的情绪所牵动的 不过会抽到圣杯国王也象征着 这个人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也是一个很柔软的人 他如果很爱你的时候 他是会为你付出非常多的 好那这里的权杖二逆位是在告诉着我 他在内心深处 他是希望跟你发展成一个很稳定的关系 但是在你们两个之间还是有一些地方 是你们还没有磨合的 是你们彼此互相对立的 你们彼此还是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去互相的妥协 好那再来这里有出现钱币八的逆位 其实也在告诉着我 他这张牌有一种含义是代表 很多时候就算他心里有这样的想法 他想要跟你进展到下一步 或者进展到一段更稳定的关系 他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努力 或者是说他努力错了方向 有这样的感受 好所以我蛮恭喜选到这组牌的观众 可以看得出来对方是想要给你承诺的 而且如果你们现在关系还不错 是暧昧当中的话 我会感觉到这个人其实是对你非常有兴趣的 而且他也会想要跟你发展成情侣关系 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是在他的内心深处的想法 我们来看一下说 到底现实生活中的你们 在近期三个月内 你们这段关系到底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这段关系 会如何的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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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年轻人了 在那里的境汇 还差点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那里的境地 这就是这随火 画似的冷free 是 所以你们这段关系 是 我给你 你看 做的 好 我们看到这边 近期之内这段关系 到底会如何发展 首先我会觉得说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都是出现跟宝剑 比较有关的牌 这里有出现了 宝剑王牌又出现了宝剑国王 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的你们 如果你们目前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如果你们是断联或者是分手的状态 我会觉得说近期之内 你们之间可能比较难有新的开始 比较难再联系上了 因为宝剑国王代表理智 代表理性 宝剑王牌也代表一种下定决心 或者是分离的状态 那如果说你们目前是暧昧当中的话 我会觉得说 对方他近期之内 他是很希望能够下定决心的 他也是想要有一个决定 因为这里出现了正义牌 正义牌代表做出一个决定 正义其实也象征着说 你跟他之间要能够互相的退让 或者是互相的妥协 彼此都要有所调整 如果你们是暧昧当中的话 我会觉得这段关系才能够有所进展 第一张的皇帝牌也在告诉着我 这段关系当中 很可能是你或者是对方 特别是对方 他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强势 不管是男生还女生 他会是一个 比较主导这段关系的一个人 所以这段关系未来要怎么做 我觉得比较像是由对方来做决定 这里可以感受到 近期之内他是会做出一个决定的 再来最后这里出现的前B6 是在告诉我 前B6代表一种付出 所以近期之内 我觉得如果说你们目前这段关系 是暧昧的话 你们还是会处在一个 很可能在对方还没下定决心之前 要跟你交往 你们还是会处在一个 比较良好互动的关系 很可能是你对他的付出是比较多的 如果说你们目前是断联 或者是分手的话 我会觉得近期之内 比较看不到对方会回过头来找你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 比较爱面子的人 皇帝会是一个比较难以低头 或者是比较难低下头来 回头求你的一个人 好 以上就是选到第四号牌卡的观众朋友 希望今天的讯息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见咯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订阅 记得开启通知的小铃铛 祝福你们 谢谢各位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